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天堂里 我深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要被转化 成为五倍的钻石 转化成为五倍的钻石 就在今年请再帮我接一下 我本来已经拆掉 但是现在正年要我跟你们分享 在今年六月份 我要去美国之前 正准备成为五倍钻石之前 正准备离开家里 整理整理我的家 当我在整理的时候 我把他脚的布丢到 要丢到洗衣机 那是很干净的白色的布 当我要丢下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两颗钻石 在家里有耶 那我就把它捡起来 后来想一想 不对啊 今年不是五倍吗 怎么只有两颗 我就再跑回去看 在原来的地方 哎呦又两颗 那就四颗 四颗钻石 当我一看 不对 我就插 给我四 那应该是五颗钻石 我再回去看 果然又掉下一颗 一共五颗 然后 我一剪起来 真的很亮很漂亮 但是没有动啊 天花板没有动 这不刚才没有新的油 我从来以前没有问这些 我想反正它超自然嘛 没想到 一句话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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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身旁的天使丢下来的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剪 钻石的狗 代表什么 超自然嘛 5倍钻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